主办的这名蔡姓男子是在今天晚间已经移送到了板警复训 经过了一整天的训问 看得出来他是蛮疲惫的 目前持续守候在现场 我们的记者赖线绍带给大家最新的进展 现场 是的主播台铁列车新爱帕经过连日的追查 目前主办人蔡玉玲在昨天下午遭到警方的拘体造案之后呢 经过今天一整天白天上午征讯的时间 目前是以违反妨碍风化及土地使人性交罪嫌 移送到板检进行复训 我们来看一下稍少的画面 蔡玉玲经过一整天漫长的征讯 同样穿着绿色大外套的 她表情是相当的疲惫 眼球不满血丝 双眼凹陷 而面对媒体的询问是不发抑郁 而整个列车新爱帕总计有25个人参加 18名吃汉都各缴交了800元的费用给蔡玉玲 检调表示 无论女主角小宇有没有收钱 蔡玉玲都因为性交媒介涉及土地使人性交罪 重可判5年 而女主角小宇年纪只有17岁 如果她在这次性爱帕总有性行为性交易的话 那么这些和她发生性行为的列车痴案成员 可能会依违反儿少性交易条例 判一年以下徒刑 而蔡玉玲身为性交媒介 最重可判10年徒刑 目前检调正在进行复训 有最新的消息将及时为您掌握 主播 好 现在要持续在现场 我们守候任何案情侦办的最新进展 透过联系人带一起来关心 感谢观看